好,我們先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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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益 也願解如來真實益 給我把師給我去當作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看課本 337 頁 講到 講到 這個應該第一行不一定 他這裡 是在講到 這個 我們在面對 一切境界的時候 那麼要去觀察 那麼我們這個 在面對一切人事務境界的時候 又沒有生起 談成癡的煩惱 那麼要先見到 這個 五慾的過患 好 我們看應該是第一行這裡 那 前面是 那麼 多文聖地址 那麼對於 可愛 可憶 可念的 這五慾的這個 五慾的這個 境界 就是一切的境界 那麼能夠 能夠 互念 這個 他的心 這個一般叫做更律 那這裡的所謂 五慾功德 就是五慾的殊勝 那麼 那麼 能夠 有正念 正知 那如果 如果他說 獲食多文聖地址 失於正念 那生惡不善覺 那就是 這個不善的這個信念 那麼 因為你沒有察覺 沒有 沒有對志 那麼所以他開始掌揚 掌揚這個煩惱 欲 慧 吃 貪嗔吃 那麼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頓根的 頓根的 就是頓根的多文聖地址 他雖然也多文 就是說 他也聽 他也知道 雖然是知道 但是他 境界來的時候 他容易思念 所以就會 隨著這個境界 掌揚這個煩惱 那這個是頓根的 所以他說 雖起 極滅 與欲互心 雖然 那麼 他也知道 那麼 擁有元世間極 擁有元世間滅 但是 他也 就是說 他起這個煩惱 他雖然 也想辦法要 滅這個煩惱 但是 那個 慾念 就是對煩惱的心比較重 所以 以慾復興 就五慾 這個慾就是前面的五慾 那可愛 可慾可念 就是六根對六成 那有這個 慾念復興 那麼就好像 鐵丸 鐵丸 燒令極熱 那你的 這個 熱鐵丸 燒得紅紅的 那麼你用少少的水 那麼一下子 就被他 蒸花掉了 乾掉了 那這個就是你的心 起的那個 五慾的 這個 信念 比較強 比較強 你那個 正念的心 比較弱 所以 煩惱來的時候 止不住 會這樣 那這個也是我們一般的人常有的 那個就是 那個其實就是你平常沒有常常在想 進界來了你才偶爾想一下 平常只是偶爾想一下 那其實就是 如果沒有進界的時候 你就會觀察 從別人從自己這樣觀察 那麼常常這樣想 常常這樣想 進界來的時候那個心就有力量 那我們一般都是 沒有進界我們就覺得 我的心清靜平靜 沒有問題 所以當一旦進界來的時候 那麼你平常沒有這種訓練 你就沒辦法 那所以必須在 進界沒有進界 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觀察 那常常做這種思維 那才有辦法進界來的時候 你才有力量 心才有力量 那我們平常的心就是 六根對六成 那麼也不嚴重 但是就是散亂 散亂的心習慣了 那一旦 進界來了 你也知道要對峙 你也知道 那麼 這個煩惱不可以 但是你就是沒力量 這個是很常見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 你沒有長時間 你是偶爾熱 就像我們 早晚課偶爾念一下 那其他的時間 就算你那個早晚課當中 都是很專注的 但是 大部分時間 都是跟煩惱相應的 那麼其實也沒有力量 那一旦進界線前的時候 比較強的進界線前的時候 你是心沒有力量的 所以他這裡的問題就在說 當你也知道 那這個是煩惱 要對峙他 但是因為你 平常都沒有這麼想 所以雖然你也有覺察 你也有覺察 但你控制不了你的煩惱 你也想控制 你覺察了之後你也想控制 但是控制不了 就會有這種情形 所以覺察必須是長時間的覺察 要能夠這樣 所以來看 那麼所以 隨其極念 以欲復興 譬如 鐵丸燒令其樂 以勺水灑 循祭甘霄 如是多聞聖地子 頓更 人生滅 循滅 這個正念 生起要滅煩惱的這個心 你雖然也生起這個心 但是一下子就沒有了 就隨著煩惱了 就長養 長養煩惱了 那麼 如是多聞聖地子 前面是頓更的多聞聖地子 就是比較頓更 那頓其實是你沒有常常磨嘛 你那個刀沒有常常磨嘛 那 如是行如是駐 若亡大臣若親主 亡亦其手 請以奉露 語言 就是如果你沒有常常 你沒有常常生起這個覺察 那麼你就會 有這種情形 但是如果你有 多聞聖地子 如果是立根的 那麼他在日常生活裡面 行住 去 去這個 去這個接受供養 國王大臣 親主 那麼去供養他 亡亦其手 請以奉露 就是 請他去供養了 那麼跟他講 男子 何用替法 直尺瓦駁 身著袈裟 家家起斯文 那你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呢 還要替除虛法 還要拿這個 拿這個駁 而且是瓦駁 就是一般就是 共 就是我們的吃飯的駁 然後身著袈裟 瓦駁 基本上都是 世間比較 一般的東西 就是 比較不好的 衣服 也 這個 比較不好 那麼 吃飯的用具 也是一般的 那麼 去家家起食 一家一家去跟人家 起食 那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呢 為什麼要活得這麼 這麼 這麼不自在呢 這麼這麼辛苦呢 不如安慰 這裡的安慰就是 安就是心情安樂 安事 慰就是快慰 為什麼我們要 人生難得 短短的幾十年 為什麼要讓自己這麼受苦呢 這麼辛苦呢 還不如活得快樂一點 基本上思想還不如 還不如 還不如自己活得快樂一點 服務於樂 就是享受這個武藝 想吃好的就去吃 想 穿好的就去穿 想睡好的就去睡 那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 所以說 意思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 穿著那種 舊舊破破 又不好看的衣服 拿著這個瓦波 然後每一家去跟人家要飯吃呢 幹嘛要活得那麼辛苦 又不是不能賺錢 又不是沒有錢 你可以活得自在一點 快樂一點 那幹嘛要這樣 那你自己 可以 那麼他說 服務於樂行私做我 那你可以 就是說 你也不用這樣出家這麼辛苦啊 你可以偶爾去布施做福報啊 那未來是你也可以升天有福報啊 那也不會多三二道啊 你看多好 那幹嘛一定要出家修行 修得這麼辛苦 就會講這些啦 那這種也很常見 以前那個二十一盒也這樣 二十一盒怎麼用功多沒有辦法 然後他就覺得 哎呀我這樣沒辦法 倒不如我在家 還不用那麼辛苦 而且 我還可以布施還可以做福 來這裡也不能布施也不能做福 那修行又不得到 又這麼辛苦 算了算了我還是回家好了 還可以修一些福報 也是類似像就是有時候會退薪 退薪有兩種一種就是 你往上 你往上走 走不走不動的時候 就是要求解脫要往上走走不動 那麼你可能會退薪 一種就是遇到逆境 覺得很辛苦的時候 也許是身體上的 身體上生病 也許是環境上 壓迫 也許是 親族之間 爸爸生病 媽媽生病 女兒不良解 反正很多 這我也見過很多 非常多 都是這樣 然後就開始會 就 心裡面 他也沒辦法解決 或是他不知道 然後開始會 心裡面有一些煩惱 然後 就會想說 那不然 不要好了 我還是 我還是 還俗好了 類似像這樣 雲兒比丘 多聞聖地子 國王大臣 那麼 諸親彈月 情語俸禄 彼當環戒 退檢以否 這個是指那個多聞聖地子 是立根的 前面是頓根的 頓根的是 他會起煩惱的 那如果是立根的基本上就是 他常常多聞 他有正念的話 那麼就算國王大臣 朱親 他的親族 彈月就是他的施主 供養他 那麼 告訴他 比如說有很多人會講 哎呀 他家裡有錢說 哎呀你不要那麼辛苦啊 不要跟人家那麼辛苦 我蓋一間道場給你好好修行 你不是要用工嗎 沒關係啊 我就蓋一間道場給你修行 那你自己住啊 給你吃好的 做好的 有些也會這樣 就自己住就沒有限制嘛 那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也不用受到別人管嘛 就很多這種 如果是用工 那麼你沒有干擾 那還好 但是如果你是怕苦 或是說你就是 要自由 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是沒有煩惱才是真自由 那麼 你沒有人管 是 這種自由 因為沒有人管 你自己的煩惱 你又看不到 你很容易長養煩惱 你想說什麼話就說什麼話 你自己一個人 你最大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那麼這樣反而是長養煩惱 那麼煩惱不斷的長養 你看起來身體是很自由 但是你的心 其實被你的這個煩惱束縛住了 那個不是真自由 所以有一些人 他不住道場 或是什麼原因 他有時候是因為他覺得不自由 但是他真自由 身體的自由 如果他沒有去追求 新的自由 不受煩惱束縛的自由 那麼這種他就是 他越自由 他本身 就是 越自由 那麼他的心就越不自由 因為他習慣了 做束縛了 那沒有這樣沒有這樣 他就沒辦法休息 他就會起煩惱 那平常我都是怎麼樣 現在怎麼可以怎麼樣 反正這樣 他就沒有辦法 所以 他容易就是 反正一切都配合他 他福報大 但是也有人 也有人 他比較利根 他這樣他也能夠 就是 突破也有可以 但是一般來講 大部分這樣的人就比較難突破 像爛陀也是這樣 爛陀即使出了家 他也要 吃好的穿好的 也要這樣 但是他過去散跟強的話 他也能突破 就是 但是 一般來講 如果 如果你 比較 強調這種 武裕的話 就是 武裕自在的話 那麼 基本上是比較困難 那 爛陀也是 因為這樣 被佛陀喝者 喝者之後 他 起禪貴心 然後沒有多久 就解脫了 不然他出家的時候 他 一定要吃好的 穿好的 而且衣服一定要是乾淨的漂亮的 而且那個 那個眉毛都還要化過 然後才去脫薄 因為 他很莊嚴 30相 他也很在意人家看見他 裝不莊嚴 漂不漂亮 非常在意這個東西 看我好不好看 看我今天 光不光彩 看我穿這個衣服 鮮不鮮艷 反正 他就注重這身武裕 那就是比較主動武裕 所以 爛陀的這個貪欲是重的 但是雖然是怎樣 後來佛陀也喝著他 佛陀就跟他講 你已經出家了 那你還這樣忍忍 然後他後來起禪貴心 但是他過去的那個 素勢善根很好 所以 沒有用功多久就突破了 就突破了 但是像這一種的也有 但不多 不多 那如果你還非常出家 太在意 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有些人非常在意 別人怎麼看他 當然我們也不是完全不在意 你不在意就是你的錯誤 你發現不了 因為別人講你都是 從他的 他有兩種 一種就是 從他的角度看見你 這樣是不對的 然後批評 就從他的角度 那麼你這個時候要想 你也不用 太在意 但是也不能不在意 你完全都不在意 就是別人講什麼 你都不在意 那麼 你沒有辦法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你自由藉由別人看到你 那麼來發現 我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是這樣 所以你要去觀察思維 別人講的話裡面 就是他這樣批評 你不要先 就是不要先在意或不在意 就是說 你先理解 他講這個事 他從他的觀點 每個人有不同的觀點 就好像說 人家罵我 假設人家罵我 那我都不回 假設 那麼 有些人就覺得 這個人沒用 太軟弱了 人家這樣罵他 他屁都不敢放下 那麼 他就會批評 但是我們就知道 這個人是世間小 那麼 那麼 單單這件事 那麼 這個 有學佛的人跟沒學佛的人 這是有 有稱認心沒稱認心的人來看就不一樣 那麼學佛的人說 這個人好厲害 人家這樣罵他 他竟然都不生氣 好厲害 那世間人就會覺得 哎呀這個人太沒用了 那太軟弱了 那麼一樣 那麼 當有人批評你的時候 那不管是什麼事 也許你做事 哎呀都 都隨便做 怎樣怎樣 這些每一個人他的習慣性不太一樣 那 如果有人批評你 那麼你第一個 不是先起煩惱 是先理解 他是在什麼角度 有因有緣事間級 有因有緣事間級 包括說 有些人誤會你 常常會講 他跟 這個法師跟那個法師怎麼樣 那個法師跟那個法師又怎麼樣 然後如果你是當事人 那麼你也會很在意 就覺得 我就沒有這樣 或是說 我跟那個法師也沒怎麼樣 那你 你就應該把我說成怎麼樣 或是說 別人 別人 本來不是這樣子的 後來你就加油添出 講成那個樣子 那我們根本就不是這樣子的 反正就很多啦 太多了 我這一路出家來 我單單聽到的話 我都可以把它 編成幾本書啦 那麼 這種東西 其實是常常發生的 而且 也就是兩件事嘛 一個 我們常常被人家講 我們偶偶有去講別人 那就是這樣嘛 那我們偶偶講 那 那麼把很多人講的 收集起來也很多啊 所以每一個人都 所以人家講嘛 哪個人前無人說 哪個背後不說人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那麼 但是 現在重點就是 我們常常會遇到 這一些東西 但是 有時候我們 大部分的人都非常在意 人家怎麼講我們 人家怎麼看我們 那 那 真有這件事人家講 你也不喜歡 沒有這件事人家講 你還是不喜歡 或是有這件事 但不是他想的那個樣子 那仍然是不喜歡 所以不管講什麼 除非講好的啦 講好的就不一定啦 那麼 講不好的都是不喜歡的 不管他事事事實 不是事實 或是 或是我們說一分事中取片 就是他只有一分 他只有 他其中只有 某些是事實 某些不是事實 大部分都是這樣 就是 你看到一個雞毛 你就看到 你說那個人吐出一個 像鵝毛的血 你就說他吐出一個鵝出來啦 就太多了 那麼 那我們先 聽到就是說 這個也是境界啊 言而彼此生意對身相會處罰 那麼你會起貪起撐 那麼基本上都是 跟你的思維有關係 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怎麼去想這件事情 然後就決定你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你的觀點很重要 就是你的正面政治很重要 那麼你先看到你自己有沒有煩惱 先看到這個 當然 你先看到你對這件事 那麼起了什麼反應 我們起反應是直接的喔 是直接的 那麼你先看到 我有沒有在這件事上 不管他是對不對 我們有沒有在這件事上起煩惱 為什麼 那麼那個人是站在哪一個觀點 有因有緣嗎 這個只是緣 他對我們 我們是他的近 我們是他的近 他也有他自己本身的煩惱 跟他過去的經驗 跟他的思維方式 那這個是因 那所以有因有緣 那麼他講出了這樣的話 世間幾 產生的 說了出這樣的話 他以為是這樣 那我們在面對這個的時候 我們先要想 第一個先看到 我因為他講了我這一些 我動了什麼心念 我起了什麼煩惱 那先看到這個 然後你的目的 你的目的 不是叫他不要講 也不是要去澄清解釋 讓全世界都知道你是無辜的 不需要這樣 沒辦法 這種東西 常常都是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但是 還要分 也不是都不要講 可以講 你就講 但是你不要 你不要懷著那種 就好像受到 莫大的冤屈那種 那這樣人家會更會懷疑 不需要 就是你看 先讓心情平靜 看見自己的煩惱 這個是第一點 然後 我心 你要講 也是心在很平靜的狀態下去講 而不是很激動的 去做解釋 你越激動 人家越懷疑 這種東西是這樣子的 你越不甘願 人家會覺得 你看 避蓋迷彰 這種東西 你會吐血 所以 大部分我們先看到 就是 我們在這個境界裡面 先有什麼煩惱 好 那麼 如果我們當然 平靜了之後 想一想 他為什麼會這麼想 他是站在什麼角度這樣看 那我是這樣 我不是這樣 他為什麼會看成這樣 那我應該怎麼做 會比較好 接下來就是 很平靜的去處理 因為你不平靜 那個智慧生不出來 你沒有辦法找到真正的根結 你都是追著那個尾巴跑 那不行 要從根本上去看 那麼 如果 你覺得 我可以跟他做解釋 你就解釋 這是很平均的 因為 有解釋沒解釋 對我沒有差 但是 對他也可能有影響 因為他會一直講 他也照顧 關係也會變不好 就彼此沒有這種善 他誤會 就是他的觀念也錯 那我們試著跟他解釋 那如果他不推 那就算了 因為 其實 我跟你解釋 我只是要幫你 讓你不要再 有這種錯誤 因為 我是這樣 你是這樣看 那中間有錯誤 那麼 我跟你解釋 是 讓你不再繼續 有這種錯誤 因為你有這種錯誤 那麼 也許你跟我講 也許你跟別人講 那就是你的思維方式錯誤 或是你的處理方式錯誤 那麼 我跟你講 當然 一部分也可以解決我的問題 但是我已經不在意了 我在意的是 你一直是錯的 而且你這樣一直錯的對 說我 那也不是一件好事 我們彼此的姻緣不會很好 所以 你講我錯這個我還不是最在意 就是說 我是錯的 因為我不是錯的啊 就算我錯也沒有錯 就算我錯了你講我 那我很高興 你讓我 你 你讓我看見我自己的錯 那我就改了就好了嘛 那 但是 我在意的就是 你一直在錯的方式 用錯的方式 你看錯了 而且你也講錯了 那 這樣 如果我可以跟你講 我就跟你講 那如果我已經跟你講了 但是 你不接受 或是你坚持你的錯 好 就算說 我跟你講 你這種東西不要常吃 常吃的話 對身體不好 那 他不接受 那你就吃吧 那你就講吧 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 因為這個時期上 你一直照顏也不好 那你慢慢 你會用很平靜的東西 來看待這個世界 然後 第一個先要發現到 我是不是 我非常在意 很執著 你怎麼這樣講 你怎麼可以不這樣講 你怎麼可以那樣講 那你越執著 你越越痛苦 那麼 你痛苦就不得到解決 你又產生怨恨 你會產生怨恨 然後怨恨 是這個人講你的 但是你這種怨恨會帶到其他人身上 然後又會對 其他人就會講 本來沒有這種問題 那你怨恨會 因為你這種怨恨在心裡面 這個人沒有啦 但是其他的人 你的怨恨心還在啊 你那種不平靜的心還在 所以只要有一點點 一點點沒有其他人誤會你啦 那你這種怨恨心 剛才那個怨恨心 馬上在這個人身上表現出來了 那 這種煩惱心很強 那變成是 變成是你 帶著剛才的怨恨心 那麼來刺激 或影響 傷害到另外一個人啦 那就這樣 那個人又反映起來又不好 那麼你就會加重 就是把那個人 沒有反映出來的 沒有反映出來的怨恨跟不滿 反映在這個人身上 就叫做遷怒啦 所以那個言語很厲害啊 不遷怒不惡過啊 這個 後來我想想 這個不遷怒也不容易喔 但是 不遷怒的觀點在於 你在這個地方就要解決了 不能 帶著這個怨恨 那麼這個怨恨帶著走 當然就容易啊 就容易啊 進去那個境界 他就會引起反映 引起反映 所以那個人不知道啊 那個人不知道啊 那個人哪裡知道 你前面受了什麼委屈 他不知道啊 他就覺得 你怎麼這樣對我 他也是反覆啊 他也覺得委屈啊 我來開始吵吵 所以 他就惡性循環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們只要稍微細想一下 你就知道 問題解決在哪裡 就類似像無名原刑 行人是四言明色 假設啦 這個是無名 我們是無名 然後原刑 行人是四言明色 那你越後面喔 那你就變成 全世界都不了解我 全世界都誤會我 全世界都欺負我 就開始這樣 那開始就會 對世界人開始抱怨 然後反映出來的就是 後來就別人還沒攻擊我 我就先攻擊他 那麼全部都是採防禦措施 就覺得全世界都要欺負我 那 就會後來就慢慢漸漸有反社會的人 然後 那他基本上就是兩件事 要不就是 殺人 要不就是自殺 後來就會變成這樣 他一開始沒有解決 然後你慢慢慢慢發現到很多境界 累積累積累積 累積到你承受不住了 所以 比較聰明的人其實 我們說這個都是境界 這個都是境界 那麼 特別是 別人講什麼 那麼 因為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一部分 然後其他 叫做一分四種取片 他只知道一部分 他從這一部分 開始什麼 他自己加 一定是這樣 所以他才這樣 一定是這樣 所以 他們兩個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 所以 後來才這樣 後來都是自己加進去的 你知道 這個我很常見 然後 然後 這個 很多人就是 自己想自己想 像 我只舉個例 那比如說以前我在香檸寺 那香檸寺 其實因為我們那邊也沒有法會 沒什麼也沒有信徒都沒有 也沒有法會也沒有信徒都沒有 但是我裡面有 大概有十幾個法師 那這十幾個法師 我們每個月還發 擔金 好 那麼有些人 那個時候我課也沒有很多 那有些人就開始想 亂想 覺得 哎呀 他一定是背後有那個大戶 共養 怎樣怎樣怎樣 反正就收了 反正就這樣 我也會聽 然後講一講就會說 哎呀這個法師已經沒有錢了 那個擔金都是靠某某法師在發的 我講講講到 我們開始會覺得 你又沒有問過我 你就 你就到處給我到外面亂傳 好像我都要靠某個某個人 去跟他巴結 所以他對他那麼好 反正就講 但是一開始聽到會很生氣 一開始聽到會很生氣 哎呀就覺得 覺得你 你 你怎麼可以 就算你不清楚 你也要先問過我嘛 對不對 但是問這個東西也很難說 他問你你說沒有 他就說 哎呀你不敢講 反正你就更氣 這種東西 那太多了啦 這種一路上走過來 那不管 大部分都是 有的是沒有的 那有的是 有的是 他不是這樣 是有這件事 他不是你講的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後來你就會慢慢慢慢 如果你沒有察覺到 你這樣在掌養貪嗔 就煩惱了 你沒有看到你的煩惱 你只看到別人的不對 不是 不好 那你就會怎麼樣呢 你就會一直煩惱增長 就是這裡講的 掌養欲掌養慧掌養吃 那就變成什麼 那個 這個善根就是 善根是什麼 善根就是 無貪無稱無痴 那你慢慢慢慢的 你那個善根就慢慢被覆蓋 就變成鈍根 本來是利根就變成鈍根 然後 你就會很敏感 那別人就在講 是不是又要講我 你開始就會這樣 你現在要看到自己的貪嗔痴漫移了 那如果你沒有看到 你沒有看到 你一直都是 非常在意 太在意了不好 那完全不在意也不好 反正 我都不管你們 那一點不對 為什麼 因為有些他真的是指出 你 第一個 就算他講不對 我也要講 那 他是從哪一個角度看 他才會想到這樣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 盡量調整一下角度 讓他不看到這樣 可不可以 就盡量圓滿 但世間真的沒有圓滿這件事 那三門 三門 一進門都是做那個彌勒菩薩 彌勒菩薩是什麼 皆大歡喜 因為他大度人榮 但是他大度人榮 皆大歡喜就是 你對每一件事 你都沒有怨怨恨 你自己可以做到皆大歡喜 但是你沒有辦法做到 每一個人對你都歡喜 那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做到對每一個人 都沒有怨恨 不管是 講我的人 稱讚我的人 毀謗我的人 你都可以 盡量做到讓他們歡喜 那是可以的 皆大歡喜 皆大歡喜有兩個 一個就是 你對外 李勒菩薩對 所有來的人 他的歡喜 不管 你是來踢館的 你是來罵我的 你是來誇張我的 你是來供養我的 你是來騙我的 好 那不管我都跟你們結散了 皆大歡喜 讓你們皆大歡喜 就算你罵我 那你罵我你高興 你就好啊 對不對 我也不再跟你毀 因為毀了你又不高興 那我也沒有得到好處 你也沒有得到好處 好吧 那就當你罵吧 那你罵完了 你高興了 你回去了 你歡喜了 那也沒關係啊 那至少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讓你不罵我 但是至少 我不回你 你不會一直罵我 那這也是好事啊 對不對 那我也給你沒有二元嘛 那你消了就好了嘛 你氣消了 那我也沒有氣啊 你罵我也沒有氣啊 那你的氣消了 那我也沒有氣 那你也好 我也好啊 對不對 但是 但是 你可以做到這樣 讓看見的一切境界 你都沒有煩惱 你可以做到這樣 但是這個也不容易啊 老實講 但是 這個你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做到 每一個人都對你歡喜 那是不行的 佛陀也沒辦法啊 佛陀那麼厲害 是不是每個人看到他的歡喜 也沒有啊 有的人 胡陀也被人家講啊 而且被人家毀棒啊 然後 也有人 很討厭看到他的 都有啊 所以 我們在這件事上 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很現實的東西啦 那不管在家出家 其實都有這種問題啦 但是就是說 你不管你遇到什麼境界 眼耳鼻者聲音 對色聲相違觸法 在一切的人事務上 你常常要把元起 無常 放在心裡 然後 慢慢漸漸 你元起無常的觀念夠深刻 你就會有無我的心 無我的心就是不會在我的角度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我 我對你這麼好 我又不是你的誰 你憑什麼這樣講我 反正 這個就是不斷地我這個我愛喔 但是你從元起 這個人看待我也只是一個境界而已 我在你 我在你這邊也不過就是一個境 是你眼耳鼻者聲音 手對的色聲香味觸法的境 好那你怎麼看待我 那是你思想裡面 你的因緣合合 你產生這樣 我們就說嘛 一個大便 一個大便 蒼顏看到 那是一件好事 食物 那人看到 那是一件不好的事 那個是細菌長養的地方 臭的地方 一朵花 一朵花 一隻 一隻蜜蜂蝴蝶看到 那個是他的食物 但是 這個 一隻蒼顏看到 那個他不喜歡 那 所以 所以 每一個人他有他過去 所帶過來的習慣 業力 那你從這個角度上去看 你很能理解世間人 這個人為什麼這麼想 這個人為什麼這麼想 你會知道 他背後一定有一個原因 他 每一個人不同的業力 習慣 信念 智慧 那麼 變成他對每一個境界 產生不同的解讀 那麼這一些又讓他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那我們也是這樣 即使是一樣是佛教徒 一樣是出家中 都一樣 每一個人不一樣 那我們是要向佛學習的 那佛陀都是怎麼處理這些事情 菩薩是怎麼處理這些事情 那你了解了 你會發現到 其實世間一切都是緣起的 那緣起的東西 你後來會發現真的是 隨著因緣在變化 前不久 你會發現到 那個一開始你認為最沒有用的人 後來變成對你最重要的人 一開始你認為這個人是你一生的依靠 後來他害你最慘 反正你會發現到世間不斷在變化 真的 那麼所以你會開始慢慢覺得 很多東西你都不會先下 結論不會 而且你會發現到 沒有結論 結論就是無常一切都在變化 沒有一定怎麼樣 真的 那麼你會慢慢發現到 你從這個無常源起裡面 你會慢慢發現到 你開始不是那麼執著在意 一定怎麼樣 一定怎麼樣 現在你認為一定是這樣的 後來你都會發現一個事實 不一定 真的 但是你要常常這樣去觀察 其實我也是這樣 但是就是力量還要再加深一點 就是慢慢慢慢 那不是上課的時候 或是你做 早晚課我們也不會想這個東西 就上課的 不是 就是上課的時候想 那上課想完了知道了 就看到世界 因為世界一切都是緣起的 一切都是無常的 那麼你從你過去發生的事 那麼來看待你現在發生的事 然後對照經典裡面講的緣起無常 然後 再 再不斷不斷地應付未來的事 未來就是不斷成為現在 那你每一件發生一件事 你很意外的 你本來都會是覺得很意外 後來你就會發現 世間沒有意外 只有你想不到 那本來就會這樣 因為一切都是因緣合合的 它不是忽然間這樣的 它不是忽然間這樣的 好像地震 好像都是忽然的 沒有 它都是累積到一定的能量才這樣的 打雷不是忽然的 晴天霹靂 沒有這種 但只是 它有一些現象你看不到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到 世間一切發生的事 沒有偶然 都是必然 都是必然 那麼而且一切正在發生的事 它都是因緣合合 那不管發生什麼事喔 好的不好的 不管發生什麼事 一切必歸於無常 它都會變化 什麼時候 會變化 刹那刹那在變化 那它怎麼變化 就不一定了 它只有變得好 變得不好 就好像 你跟我的關係不好 你一直罵我 有沒有變 會 明天還是罵我沒有變啊 有 明天罵你罵得更大聲 他就變啊 明天罵你罵得更久啦 明天罵你的時候 他心 罵得 罵得更 更有力啦 變得更不好啦 還是變 還是變 那 一樣啊 大便在那裡 明天還是那裡 更臭啦 那有時變好 有變不好 沒有不變的 沒有不變的 但是你要讓它變好跟變不好 有時候你可以決定 有時候你不能決定 有時候你能決定一分 有時候你能決定兩分 不一定喔 但是你要去觀察 啊 那麼哪些是 哪一些是我可以主導的 哪一些是 我不能主導的 哪一些是我可以決定的 哪一些是我不是我決定的 那麼你了解了你就知道 我在這件事上 應該用幾分的力量 因為這個是我可以主導的 所以 假設 這件事情是我可以主導的 那我就用 用全力 那麼用全力 他也不一定照著你的心意去做 因為 他還有過去的因緣 你不知道 我雖然也努力了 但是 有時候 還要有過去的因緣 我們不知道 但是 所以 所以這個東西你會發現到 你會發現到 你 你唯一可以完全主導的 就是你自己而已 你自己而已 所以你會把心力放在什麼 讓自己 不起 你不起煩惱是你主導的 對不對 別人 對你起不起煩惱 這個不是你主導的 你可以影響他 那 尤其你有權力 你再罵我一次看看 我一拳打死你 他不敢 那麼 那但是 你沒有辦法對 所有的人都這樣 那 但是這個不能解決問題 你唯一可以完全主導的 就是 我對這件事不起煩惱 但是這個也要練 這個就是平常要練 老實說 那境界非常多 那每一次我們不是都練得很好 但是你只要練過一次 幾次 習慣了 後來 除非特別大的境界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 弱點 盲點 有那一塊 就是你 那一塊 有時候你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不知道 發生了才知道 原來 我在這一塊 我在這一塊 是我的弱點 我特別在意別人說我什麼 或是別人對我做什麼 我特別在意這個 那特別在意是因為你過去 曾經在那個地方受過傷害 他有一個疤 或是有一個陰影 所以他現在很容易馬上 那因為太久了 尤其你不知道 尤其是過去生 過去生也會有 過去生你這一生不知道的嘛 但是他過去生帶來那個習慣性 或是他那個種子還在 所以他這一生 他莫名其妙的 他就是很怕那個東西 他就是很在乎這個東西 他就是很討厭這個東西 他就是很喜歡這個東西 他不由自主的 克制不住的 但是這個就是過去的習慣性 但是還是可以轉喔 還是可以轉 你就像 比如說像摩登前 你看見阿難 也是這樣 然後很多啦 像Tippo大多 那麼很生氣佛陀 基本上除了這一生的因緣 他 他沒有去觀察之外 過去生的因緣也有關係 那個惡元來了 你一輩子都沒認識 他看見你就討厭 聽見你講話就覺得 啊 很討厭 反正就是習慣性這樣 但是還是可以轉 人來因緣的東西 無自信 無自信就是他不一定是這樣 那麼他未來會怎麼樣 那麼 跟你跟他彼此的因緣有關係 但是 他也許不改 但是你是可以改的 就是說你可以跟他不產生因緣 或者對他這個因緣不產生作用 久了久了 他也許還在墮落 但是你已經不跟著他一起墮落 他也許還在煩惱 但是你不跟著他一起煩惱 那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麼我們在這個世間 其實修行 修行真的要講起來 也沒那麼困難 就是在有煩惱的地方看見煩惱 那麼平常掌揚力量 在有煩惱的時候處理煩惱 那你常常這樣做 長時間 那久了久了 你那種警覺性 就很強 警覺性強 就是你 亦否煩惱 你對煩惱產生敏感 真的 然後 這個地方你就可以制止他 那這種敏感就是 警覺性強 並不是說 一有不好的我就很生氣 那個也是敏感 但是那個是 副作用的 那個是不好的 那你就是覺察心很強 所以我常常講嘛 第一個就是要覺察煩惱 你煩惱沒有覺察 你後面就都不用了 因為你不會控制 你要控制的是 讓別人 不 控制別人 讓 我不起煩惱 控制別人 比如說你講我 我就罵你 我打你 我把你講得更難聽 讓你不敢講我 不能講我 你講我一次 我把你的底都挖出來 他不敢講你 或是你罵他 他不敢講你 你是藉著控制別人 來讓自己不受到傷害 那這樣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大部分都會做這件事 我們有煩惱 沒有察覺 或是覺察了 我們是控制別人 那不是你要控制你自己 那 消解你的煩惱 那這一部分如果你會做 因為 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都會有煩惱 大大小小 不可能沒有 就像有時候 比如說一次我在鄉民市 吃飯 吃到 那個飯煮不熟 我就會覺得 煮飯是一件那麼簡單的事 都煮多久了 還能煮不熟 你們也會起煩惱 你說難吃就算了 可是這個飯吃下去不能消化 連咬都咬不動 你叫我怎麼吃啊 那你 你還會起煩惱 你會想 我為什麼幹嘛要 我就不要吃就好 幹嘛要起煩惱 那你一旦起煩惱 你去講他的時候 口氣就不好 態度就不好 那麼 你這樣他 他要回你你就更生氣了 我們就先調整心態 跟他講 你不要去罵他 也不要講他 但是你還是要跟他講 因為他不知道 他知道怎麼會拿出來給大家吃 對對 他一定是不知道 或是他知道了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他不會處理 難道他自己也有吃啊 他不知道這樣是不熟的嗎 不熟你很難吞 你咬不下去 因為他那個米裡面中心不熟 那你說你要吃下去不吃下去 吃下去他不能消化 真的 那你不吃你現在 你這個要怎麼辦 你這麼要倒出來 你就因為 那個是全部放在鍋裡面 我們是用鍋吃的 全部放在鍋裡面 那怎麼辦 那吃裡面的菜 那其他的不要吃倒掉也好 但是 可是那完了之後 我就好 我就一樣吃 我就吃那個菜 那個飯就不吃 然後吃完了我就跟他講 母母 母法師 你知道嗎 你今天的飯煮不熟嗎 我們已經調好心態了 我已經調整好心態了 就是不要讓自己 好像要教訓別人 他說我就這一次飯錯而已嘛 他原理是哪裡不對 我們就讓他知道 問題是要讓他知道 你的飯煮不熟 你要注意一下 因為你如果沒有注意 你明天可能還這個飯 那 偶爾一次是這樣 如果連續三天這樣 那可能 可能要翻桌子 那所以 就要跟他講 我就去跟他講 我說 母母法師你知道嗎 你今天的飯沒有熟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啊 我的 我的水是放對的啊 我的米也放對的啊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不熟啊 那你的飯是你煮的 我心裡面開始又有一點不高興 那飯是你煮的 難道叫我去問電鍋嗎 你為什麼煮不熟 對不對 我 他說我不是在喝著你 我是要你注意一下 你可能水放太少 因為你水放太少他乾了 那個外鍋乾了 他就跳起來了嘛 所以他沒有熟 他說沒有我水 我水 我水是放對的啊 就是 就是 那你的意思是那個電鍋的錯囉 你怎麼那麼快就跳起來呢 那你注意一下 我沒有講你怎麼樣 你注意一下 他馬上 習慣性保護自己嘛 那你又開始生氣了 你這個是什麼態度嗎 那你要看見自己的煩惱 你要看見自己的煩惱 然後慢慢 因為你不然你 後面 帶著煩惱處理事情 帶著煩惱處理事情 都會引發 更多讓你煩惱的事 那如果沒有呢 如果他堅持說 你為什麼老是要講我 或是說他跟你講 他沒有這樣 但是如果有人也會這樣 我也就今天煮不熟而已 你幹嘛就要講我 不是 只是跟你講一下 但是我們就會這樣起來 那如果你會看到 你就是不對啊 你今天煮熟了 我會講你嗎 你不要這樣講 我這樣講 你後面就很難收拾了 所以 你慢慢就要看見 我怎麼樣克制自己 我怎麼樣克制自己 然後克制自己的煩惱 所以我之前講過一個例子 就是說 這個 比如說 看見我弟弟在大聲唸我媽媽 我就去罵他 然後他就回過台罵我 你不對啊 我講你是應該的啊 不是 你講他 但是你這樣罵他 那麼你也有不對的地方 所以他馬上一句話就回過我 你不是出家 你跟人家出什麼家 講話這麼兇 今天是你不對呢 但是 你處理的方式也不對 還好我警覺性過強 我馬上反省 對喔 是喔 我跟世界人處理方式一樣 他 他沒有看到他不對的地方 他只看到你不對的地方 你罵他你不對 你是一個出家人 怎麼可以這樣罵我 就算我不對你也不能這樣罵我 好像是 你看到自己的問題啊 後來我就忍耐 我再看到我就忍耐 忍耐到 不行的話 我不講他 我安慰我媽媽 然後後來媽媽媽 我改變了 然後我再講他 他願意接受 我們不是用很嚴厲的口氣講他 他也願意接受 所以 你會發現到 你還是要真的要先看到自己的煩惱 因為當我們看到別人不對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今天所有的錯 都是你造成的 都是你的不對 不是 你在處理的過程上 為什麼一直這樣 一直往負面的東西走 那麼一直是不對的 那其實 你的內心 真的就是無名 無名 就是你不曉得 真正的道理 真正的 關鍵在哪裡 然後還有執著 取啦 執取 就是無名貪愛 然後執取 一定是這樣 真的 後來你看 從緣起的角度看 你就會發現到 真的是苦都是這樣來的 苦都是這樣來的 煩惱是這樣來的 你就是 常常用緣起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發生的任何一件事 那麼 就算你不曉得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 但是你深深的知道有因有緣 只是這個因緣我們還沒觀察出來 比較厲害的醫生 他只要聽見你咳嗽他就知道你的肺部有問題 肺部就從 他只要看見你面黃激瘦就知道你的肝有問題 他只要看見你哪裡就知道你的消化有問題 一樣 但是他不曉得你究竟是吃了什麼東西造成消化的問題 你究竟是在哪裡工作造成你肺部問題可能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那我們看世界也是這樣 你會知道一定是 比如說這個人 這個人他 講話講沒舉起就開始哭 你就知道他 他 他也許最近 也許這一生來受過很大的委屈 所以他沒有辦法 所以他講到那個地方他就很容易哭 那麼 所以他很暴怒容易暴 那麼你就知道他的原生家庭的環境 或是 他這個 環境裡面 有這種 有這種問題存在 其實也許他是被壓迫的人 所以當他 當他 自己 那麼 可以做出的時候 他 一見到這個境界 他就會馬上 馬上有很大的反應 比如說 比如說他受到別人的壓迫 他馬上 馬上有很大的反應 那麼 一定就是他的家庭環境 或是他受到別人的壓迫 他會隱忍 尤其是他先生 尤其是他太太 尤其是誰 因為 那個人是他不可以反抗的 那個人是他不可以反抗的 所以他會極度的忍耐 那麼到了外面 你又不是養我的那個人 你又不是管我的那個人 你又不是會造成我傷害的人 他就會 他就會爆發 他不在 我已經忍了那麼久 那個人 所以我必須要忍 我幹嘛要忍你 所以他就會爆發 他的那個爆發力就很強 反應會很誇張 那麼你就知道說 這個人 他過去曾經被壓迫過 所以他現在 這個 一點點 銅量刺激的話 他就會反應很大 有因有緣事間級 真的 所以 我們慢慢慢慢發現到 這個事間 那麼你即使看到極不合理的事 極為誇張的事 他背後都有故事 他內在都有原因 那你會從那個地方去看 所以 你這樣看的話 第一個你會比較冷靜 第二個你會比較理解 諒解 第三個你會比較包容 所以這個就產生 比較你會試著去理解他 智慧就會生出來 你 試著包容他 然後改變他 那麼你的慈悲就會生出來 真的 然後慢慢 你看待世間 看待世間人 你會充滿著 智慧跟慈悲 那這種 就無意中他就會流露出來 那麼就算這個人不好 那麼你不是先看到 你不是指責他什麼什麼不好 你會去探討這個人 今天為什麼變這個樣子 他沒有善緣 他沒有善業 他沒有善根 問題是在他旁邊的人 即使想幫助他 也沒有善巧 所以他才這麼可憐的 他才這麼 變成這個樣子的 真的 後來你會發現到這個樣子 如果你有能力 你就試著做影響他的人 如果沒有能力 你就祝福他就好 也不要受他影響 真的 你就慢慢發生 那你開始會 你開始在這個世間 這個世間雖然五濁二世 但是你漸漸能夠出污 你而不懶 就是在煩惱中 你不會跟著煩惱 在境界中 你不會被他拖進去 陷入那個 陷入那個黑洞 漩渦裡面不會 真的 這個就真正叫做什麼 就是你的心 就是你的心看見這個世間 都是什麼 遠起來看待的 就像明珠一樣 他映現來 他不會入你的心 但是你知道 你知道這個像 但是你會思考他背後的原因 那你不會隨著世間的煩惱而煩惱 不會因為別人的煩惱而煩惱 那你會試著 試著去 有能力試著去解決他 沒有能力虔誠地祝福他 希望他未來可以遇到 因緣改變 那你也可以試著這樣發願 希望我未來 有能力幫助這樣的人 希望我未來 因為你現在 你現在理解他的心 你現在祝福他的心 你未來就有 有因緣可以度化他 真的 因為你 在這裡跟他結了一個善緣 你在他這裡發了一個善緣 哎呀這種人好可憐 他也不知道他錯在哪裡 也沒有人可以幫助他 改變他的錯誤 他以後一定會因為他的錯誤 而受很大的苦 最可能的就是這種人 還好 我們已經不是這種人了 以前我們也這樣啊 那還好我們現在走出來 但是在看看之間還有那麼多人走不出來 沒有辦法知道 希望我們學習佛法 發菩提心就是 菩提心就是這樣發的 希望我好好用功 以後我可以幫助所有的人 特別是這一類沒有人幫助的人 地藏菩薩就是這種仙 他就是這種仙 剛強難調難伏的 他不放棄 他在這些人身上起悲怨 這不容易 所以你假設 一切的境界都能夠讓你起善心 起絕躁心 因為如果沒有 好不好 都會讓你生煩惱 好就起貪愛 不好就起誠恨 沒有好不好 你也沒有覺察 起愚痴心 就這樣 那如果你能夠覺察 念佛就是有絕躁心 像佛一樣 念念絕 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有境界會絕躁 然後有智慧去理解 了解 它是什麼因緣 所以佛是絕躁的 絕躁一切法 覺知一切法的 法 法是智慧 深入精湛智慧如海 佛是絕躁一切 而從眾生 不絕躁的眾生 發起 發起 要立一切眾生的心 所以 自歸以佛 當怨眾生 體解大道 法無上心 有沒有 自歸以佛當怨眾生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就是說 你念法就是什麼 你對一切境界 你不會迷糊 就算你沒有完全知道 它的 是因緣 但是你知道這一切是有因有緣的 大概是怎麼樣 你不會 你很清楚 你不會隨著境界 所以念法就是什麼 有智慧的看待這個世間的一切現象 念生 生是什麼 清淨合和安樂 你不會在境界裡面起煩惱 你心就清淨 那個就是念佛念法念生 那個叫做二六師中念佛念法念生 那你為什麼可以二六師中念佛念法念生 因為你平常的心都是五根五粒七絕之八正道 就是你平常的心就是用遠起無常的心來看待這個世界 真正的極樂世界不在西方 真正的極樂世界就是 在你有智慧的看待這一切世界 你不起煩惱 那你這樣訓練 要這樣訓練 這個其實就是在講這個 這部經就是在講你要怎麼訓練你自己的心 讓一切的境界不會 讓你起煩惱 讓你憂苦 那氣勢這樣 好 所以你看 他說 假設多文聖弟子 有國王大臣 諸親彈月 情以俸禄 彼當環界 退見以俸 如果 如果是多文聖弟子 那麼有智慧的 智慧多文聖弟子 就是前面有覺察的 見無意如火坑 苦極滅盜如石子 那麼如果 如果人家來跟他講 哎呀你幹嘛要這種辛苦 吃這麼不好 穿不好 每天早上還要那麼早起床 那麼努力做事 做不對的還要被人家講 還要被人家唸 天天好像 好像怎樣怎樣 還講到很可憐這樣 那麼 你回來好了 我蓋見到場讓你自己做助詞好了 讓你好好修行好 我扶持你就好了 給你吃好的 穿好的用好的 那麼這個人會不會想說 是齁 我出家要得自由 現在就 現在反而不自由 現在要出煩惱 現在反而更煩惱 我還是回家好了 他會不會這樣想 不會 如果起煩惱就會 起煩惱就會 那 達約不也 所以則 多文聖弟子 這個是多文聖弟子 不是那個頓跟的 頓跟的有可能會 因為他起煩惱了 他不想 我本來 很多人就會起煩惱 我以為出家是很解脫 很瀟灑 很自在 很清涼的 大家都很慈悲的 結果 其實 你不要期望 大家都沒煩惱 你要修行 不是 因為大家沒煩惱 所以 我來修行 不是 因為你要修行是因為 你要出家修行是因為 因為我有煩惱 我出家修行來解除我的煩惱 因為我有生死 所以我出家修行來解脫我的生死 因為我有憂苦 所以我出家修行來解決我的憂苦 那後來就變成 那 我有憂苦 我有煩惱 我有生死 那我出家修行是希望 你們幫助我沒有憂苦沒有煩惱 不是這樣 所以 別人有沒有憂苦 有沒有煩惱 跟你 出家修行 不是 不是絕對的因素 就是說 因為你有憂苦 我還以為出家每一個人都沒煩惱 每一個人都很慈悲 每一個人都很有 很有智慧 結果不是 我不要出家了 這個觀念完全 你出家又不是因為別人有智慧有慈悲 沒有煩惱你才來出家 你出家是因為你有煩惱 你沒有智慧 你沒有力量 所以你要掌養這些力量的 你有生死的憂苦 你要解脫這一些的 你現在問題沒弄清楚 別人有煩惱 跟你有煩惱 別人 本來別人就有煩惱 別人也是有煩惱 要來出家解決煩惱的 現在 你的問題沒解決 你的問題沒有解決 那麼 你出家是要解決你的問題的 所以 你要針對你的問題 別人有問題沒問題 那個是他的事 你現在你出家 不是你不是為別人出家的 你不是因為別人有煩惱 所以我出家來讓別人沒煩惱 那所以我出家這麼久了 你滿有煩惱 我不出家了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像你看你這樣講就很遺痴 他沒有了解到他出家的目的 所以 很多人有這樣的 我真的遇見這種人 包括說你跟著那個師父不對 你跟著師父不對 師父 師父犯戒了你也不用還屬 因為那是他的事 你真正出家你不是跟師父出家的 你跟誰出家 跟佛出家的 所以出家的時候要唸什麼 我 比如說我入真 怎樣 親隨佛出家依 有沒有 我是隨佛出家的 只是因為 只是因為 你代佛替 依這個因緣 隨佛出家 你是隨佛出家的 你不是隨著你師父出家 師父是阿瑟 教導你 因為前面的教後面的 那他也有可能錯 或是他自己不會教 那沒關係的 跟師父是跟師父的因緣 但我出家不是因為我師父出家 我師父是因為我要跟佛學習出家 我依著我師父跟佛出家 是這樣子的 我梯度徒弟我也都跟他這樣講 我雖然跟你梯度 但是我跟你都是隨佛出家的 這一點你要認清楚 那麼我的好不好 雖然也影響你 但真正你是隨佛出家的 要不然怎麼樣 師父死了你就要還俗 對不對 不是這樣啊 是不是 師父起煩惱了 你也要起煩惱 那 那師父犯戒了 你要還俗 所以有些人他看不到這一點 不是這樣子的 那麼 師父也是這樣 師兄弟也是這樣 生團裡面也是這樣 你要認清楚 你為什麼要學佛 為什麼要住家 你的模範 你的對象 你學習的對象是佛 是菩薩 那麼這一點你一定要清楚 那麼別人 你也許 你也許會做得比你師父好 也很難說 因為生死生死嘛 你這一次做師父 下一次換他做師父嘛 那一樣嘛 你死了就小時候 你跟他有姻緣 你不就做他徒弟 然後像那個達喇嘛那也是這樣 幾世幾世的 然後跟班纏 那也是一樣嘛 互為師徒的嘛 那麼所以每一個人的修行 情況其實是不太一樣 那我們一定要認清楚 就是修行一定要針對自己的問題 看見自己的煩惱 處理自己的問題 解決自己的問題 那麼你有能力了 不單單是解決自己的問題 你有能力才能夠 解決別人的問題 看見別人的煩惱 解決別人的問題 處理別人的問題 但是你自己的問題都處理不到 你都發現不到 你只會發現別人的問題 你只想處理別人的問題 你只想解決別人的問題 你就會造成 更大的問題 就是這樣 所以你自己應該要先把自己 自己有能力先把自己 處在一種 平靜的狀態下 在平靜的狀態下 顯現出你的智慧跟慈悲 如果沒有定 你的慧起不來 你的慧沒有產生作用 你的悲心起不來 真的 你慢慢發現到 這真的是 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沒有智慧 你就起煩惱 煩惱的狀態下 不容易理解 諒解 那麼幫助別人 因為你自己正在苦惱 你也沒有能力去 想要利益別人 這個是很重要 好我們再往底下看 這本經其實 寫起來 就是 看起來 因為他 講起來有一點點 好像 我們不容易受用 其實這個是很好的 他其實就是告訴你 你要怎麼樣觀察你自己的內心 講一些道理 然後你如果真的知道 其實很好用 修行很好用 所以他說 那麼多文的聖地子 一切苦法 就是境界 這個境界不好的境界才會生苦嘛 那好的境界生攤 後來也會是會苦 但是就是 那你在一切起煩惱的境界上 你知道他的原因極嘛 那麼 你要處理他的這些煩惱 你要 你要知道 你又起煩惱了 為 換 離 要思維他的過患 所以一定要先看到自己的煩惱 看到問題的癥結 看到解決的方法 思維解決的方法 那看到問題的癥結有時候不是 第一次就看得到 有時候你會覺得 問題在這裡 我已經這樣解決了 為什麼還是這樣 那就表示 那個還有更深層的問題 你沒有看到 就好像那些外道 那麼認為業是 痛苦的根本 那我已經是業已經消了 為什麼還沒有 還是痛苦 沒有 業不是 那麼 定也不是 心動亂才是問題的根本啊 沒有 你沒有智慧 那個無明跟沒斷 所以他還有更深層的問題 所以 你看是沒有問題 你知道本來都沒有問題的 後來怎麼會有問題 還有深層的問題你沒有解決 但是就是一層一層 那你當常常你用這種方法來解決問題的時候 漸漸漸漸 你會越看越深入 越看越深入 那麼 面對境界的時候 你會越來越平靜 因為你已經養成習慣了 那不就是一件事而已嗎 那不就是一個境界嗎 那還能夠怎麼樣 今天就算地球要爆炸了 他也不過就是一個境界 還能怎麼樣 對不對 真的 那麼他也不過就是一個境界 那麼就算死亡 他也不過是一個境界 真的 痛苦也是一樣 那麼他有因有緣 那問題不是 我會受苦 這個從來不是問題 因為 我們常常在受苦 問題不是我會受苦 而是我會一直受苦 才是問題 受苦不是問題啊 有問題也不是問題啊 而是問題一直沒辦法解決 這個才是問題 受苦也不是問題 而是會一直受苦 那個才是問題 但是 問題一直存在跟會一直受苦 那是因為你沒有去解決他 那你沒有去解決他 有可能是 你不知道怎麼解決他 你沒有能力解決他 所以變成 你要掌養你的能力 那你要發現 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你要有智慧 要有病 要有力量 那麼你才有辦法解決他 石頭綁在你前面 你沒有辦法解決你力量小嘛 就訓練嘛 等你長大的時候 你就可以推動他了嘛 是不是 一樣的道理啊 那你現在 沒辦法 你就要繞著他走 你不要去踢他嘛 你踢不動他啊 你踢了你腳受傷啊 所以你要看你現在的力量到哪裡 那你能解決什麼問題 你能防範什麼問題 然後慢慢長養自己的能力 與時俱進就是 學否一天你的力量就增進一點 那越來越有力量越有力量 當你有力量的時候 就是 你有最大力量的時候 就是一切的問題 從來都不是問題 問題就是你沒有智慧解決他 你沒有力量解決他而已 那現在就是 先預防 沒有辦法就是克制 克制 知道有煩惱先克制 那覺察的心不能失去 不斷覺察 但是就算覺察當下 瑜有時候也會失覺察 思念嘛 思念妄念 所以儀教授條會講 得善互助 得善互念 就得善互助 無辱不妄念 就是說就算有很多好人在旁邊幫助你 直直提醒你 最重要就是你提醒你自己 自我教育是所有教育裡面最重要的 自我教育是所有教育裡面最重要的 你有很好的家庭教育 父母父親母親 都教得很好 你有很好的學校教育 你的老師每一個都很好 都是良師 你的朋友都很好 都是義友 社會上每一個人 就朋友嘛 老師嘛 我們學校教育 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 社會教育 社會教育中在就是你身邊的朋友 學校教育就是教你的老師 家庭教育就是你的父母長輩 假設每一個人都很好 但是你自己不會想 那也沒有用 沒有用 你的旁邊的人都不好 但是你很會想 你也可以突出 但是大部分的人沒有力量沒那麼大 所以偶爾也要這一些人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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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自我教育 一直都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從哪裡得到自我教育呢 從佛法裡面 不斷的 不斷的 那麼從佛法裡面學習 那麼自己提醒自己 自己提醒自己 自己要關照自己 自己要保護自己 自己要肯定自己 自己要鼓勵自己 然後慢慢就是看見自己的不對 看見自己的不足 看見自己的不能 然後慢慢 不斷的向上向上向解脫 那麼你就會越來越好 你會看見自己越來越好 你會看見自己的能力越來越強 那麼不斷的從修行中 掌揚力量 那麼你會對佛法 因為當你有力量的時候 你會對佛法 開始具足信心 那麼你會對佛法 充滿怎麼樣 充滿希望 你對未來充滿希望 因為你看見自己越來越好 所以你學佛的心 一直保持在什麼 歡喜的心態 偶爾也會起翻 但是你很快就覺察了 你會歡喜的 快樂的 那麼努力的 充滿希望的 積極的 學佛 你不會學得悠悠腦腦的 我都怎麼樣了 我到底要怎麼辦 怎麼樣 不會 現在就算解決不了 從緣起的角度 你知道 我只是力量不大 我只是智慧不足 那麼我會養足 我會增長 我一定有一天可以解決這個煩惱 我也不以不能解決為苦 不會 因為有一天我可以解決 所以你還是踩什麼 積極樂觀的心 因為 因為佛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這個問題並不是說 你的人生都沒有問題 而是 這些問題從來不會對你造成問題 其實這樣 那你就算成佛了你也要死啊 對不對 但是死不是問題啊 是不是 是啊 那所以 所以當你有這樣的認知的時候 其實 你學佛的心態完全不一樣 積極的 樂觀的 充滿希望 充滿光明的 那很多人不是 學習佛法已經夠苦的人生 那麼學習佛法又不能 又不能得到解決 就更壓抑 那麼更逼迫 其實不是這樣 更苦 看見別人 看見別人都歡喜 只有 只有我痛苦 關蓋滿精神 詩人獨憔悴 只有我最 只有我最痛苦 別人學佛都這麼好 只有我不好 我怎麼樂章那麼重 怎樣怎樣 悲觀 那麼 這個消極 那麼很無奈的 好像拖著 拖著鐵鍊 後面還綁著幾百斤 不走又不行 好像一條紐 被鞭子打一樣 不是這樣的 學佛從來不是這樣 那這樣沒有力量 你要退又退不了 身又 就要退又退不了 要進又進不到 就會這樣 很多人學佛是這樣子的喔 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即使在苦 你會發現 苦也不夠就是一種現象 那麼現在就算我解決不了 但是我相信 我現在變成掌養我的能力 我可以解決它 我們就 我們就慢慢期待 但是 我相信 這個 這個不會很久 不會很久 你充滿著希望 充滿著光明的 那麼 去 努力的往前走 那這樣 信進念定會嗎 你相信了 相信自己 相信佛法 你才會努力 那個努力 因為你看得到目標 那麼你相信 信進念定會就是這樣 你對佛法的信心不足在於你理解不足 理解不足 佛法的理解不足在於你沒有真正的理解緣起 緣起是有因有緣事先起 就是 你想得到的目標其實是可以達到的 你就是 找不到那個方法而已 但是那個是透過你努力學習 你就可以看得到的東西 那麼你的力量不足 那個是透過訓練 你就可以擁有的東西 所以那個也不是問題 現在是問題 但未來不是問題 所以看我怎麼樣去訓練而已 所以他這裡講 如實之見 其實就是緣起 煩惱的緣起 沒有煩惱的緣起 有因有緣事先起 有因有緣事先面 不過就是這樣 緣起不過就講這個道理而已 那麼見火坑 屁五欲 就見到五欲 就世間人貪婪了這個東西 見到五欲就好像見到火坑 因為看起來是好的 但是他後面是不好的 就好像 吸毒是很快樂的一件事啊 但是為什麼很多人不吸毒 吸毒毒 後面就慘了 一樣啊 那有些人就沒辦法 再試試看這個一次 一次就 斷不掉 但有些人說斷就斷 有些人也斷不了 因為 他想到五欲的殊勝 他沒有痛苦 他現在這個苦挨不過 所以 見火跟屁五一樣 那麼聖者對五欲的這種好藥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他的過患 他知道他的過患 所以乃至世間 貪憂惡不善法 不勇復心 那個就是多文聖弟子 那他的智慧怎麼來的 學習佛法來的 他有心要學習 那麼他是不斷的 如理思維 如理思維 行處 住處 密房密支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他 其實就是日常生活裡面 行處坐過了 行處 他不管走到哪裡 不管住在哪裡 行處住處 那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去菜市場 去哪裡去哪裡 或是我沒有出去 住在試驗裡面 住在家裡 去到哪裡 你都會遇見不同的人 那麼 不同的人 講著不同的話 也許好 也許不好 對你的態度 也許好 也許不好 那麼 會發生很多事 不同的人事物 有 不同的人事物 起著不同的煩惱 長養著不同的貪嗔痴 但是如果你有智慧 不同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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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地訴說著 緣起無常 不同的人事物 說著同樣的 緣起的道理 顯現出 無常的事實 那麼你從中 掌養著什麼 戒 定 會 因為他不斷地讓你看到 緣起 講好的 講不好的 都是因緣所生的 那麼 那麼 是態度好的 態度不好的 都是無顯現無常的 真的你就會慢慢發現到這個 那你就越看越清楚 花開花落 人來人往 深深滅滅 這一切的生命中 不外乎就是緣起的 他在說著緣起的事實 他在顯現無常的道理 那麼 不斷不斷地因緣合合的東西 那麼現在 你要給他什麼樣的因緣 那是由你決定的 由你的心 由你的身口 身口一決定 他要展現什麼樣的因緣 但是你的心很明白地看見 從一切 一切顯現的人事物中 你很明顯地看見 一切 足形真的是無常 一切真的是緣起 你越來越深刻 當你看見緣起的時候 你的智慧 明明白白 那麼你不會受煩惱的影響 罵你的人有罵你的道理 因為這個 這個道理是跟他的 認知結合的 他不過就是一個現象 對你態度好跟不好的人 也不過是一個現象 一朵花 散入著芬芳 跟一個大便 那麼散發著惡臭 他都有他的道理存在 他之所以會存在那裡 不是沒有原因的 但是他也不過就是一個現象 那所以 那麼如果你執著了 花開的時候 很高興 花落的時候 你就會很痛苦 你看見大便的時候很討厭 但是 你自己本身 以後大便 你自己本身都在 每天都在生產大便 但是 如果一個農屋看到大便 他不會討厭 他會拿來做肥料 那麼 養他的花 其實是這樣的吧 你如果能夠把大便放到那個 做肥料養花 那個花會更漂亮 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會發現到世間的一切 其實 就是說 當我們 其實要試著這樣去看 真的 因為 我們 就一天一天這樣過 我們一天一天這樣過 我也是 其實我是到處去講講課 但是 看的境界也很多 不同的道場 有不同的風格 不同的法師 有不同的想法 就非常多 非常多 看來看去 然後一樣 你都是要從這個角度上去看 那麼你偶爾會失念 真的 你會失去覺察力 因為你會隨著你的習慣 但是你要很快拉回來 很快拉回來 那麼 慢慢你就會發現到 阿彌陀經裡面講的境界 其實是說婆世界裡面 你有智慧跟沒智慧的 如果你有智慧 你就二六十鐘 念佛念法念神 如果你有智慧 你那個心開 有智慧 那麼你就會發現到 什麼叫做 那麼 這個 極樂世界不是有很多鳥嗎 那麼有風聲水聲 鳥聲 這些聲音 都在講什麼 五根五律 七節之八正道 真的就是這樣 那麼 一切的聲音 《無量壽經》裡面講的 一切的聲音 都是緣起的聲音 都是無常的聲音 都是涅槃三法印的聲音 都是這樣 那我們當然 沒有辦法常常這樣 常常這樣就是佛才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常常這樣 偶爾會隨著 煩惱聲 煩惱貪真吃的聲音 但是 你 就是訓練嘛 我說就是訓練嘛 就算我 我算是 我算是覺得 我自己覺得我絕產能力算不錯的 但也沒有辦法做到說 哎呀 那麼 常常都在絕招當中 沒有辦法 但是很快拉回來 很快拉回來 很快拉回來 有煩惱 有煩惱 但煩惱的時間不長 煩惱的程度不重 煩惱的次數不多 真的就是這樣 我以前 我以前 十幾年前在美國 我就發現到這個道理 就這樣訓練訓練 訓練十幾年 還有一點點長見 但是還是有煩惱 但是這個無煩 因為 就是這樣 不斷不斷的 那哪一天 也許加工會怎麼樣 也許就容易 但是你就是這樣訓練訓練訓練 那有時候進階來了 你也有時候 不知不覺就隨著進階去游 好久好久才發現 我怎麼在這裡 我怎麼會這樣 又趕快走回來 整的 修行就是這個過程 那麼比較立根的 可能很快 我自己覺得我算是頓根的 所以有時候不知不覺 就跟著進階走到很遠 好像你本來要往台北的 那剛好有一輛車來 你就坐上去 我怎麼坐在台中來 那個煩惱的進階就帶著你走 那你不知不覺就走很遠 因為那個是跟著我們習慣性的 有時候依著業力 依著習慣 依著失去覺察的信念 不知不覺就走了一段路 跟著煩惱走了一段路 但是還好 如果我們平常有這樣的一個訓練 你最終還是會發現 你就會慢慢慢慢又自己又走回來 真的 就是好像說你上了一輛車 那車帶著你 這個一個境界 每一個境界都是一輛車 帶著你走走走走到 我不是要在這裡的 我怎麼會在這裡 你看又發現 又走回來 又坐著佛法的車 又慢慢慢慢走回來 真的 就世間的車 初心的車 你就要來來去去 但是你在這個來來去去中 你也不生煩惱 你就是 覺察覺察 再覺察 哎呀我坐錯車了 我怎麼會坐到這邊來呢 就是說我坐高鐵也會這樣 我本來要往南的 結果做錯了 趕快再下一站 很快發現下一站 下車再坐回來 有一次我要坐到南部 坐到桃園 因為一坐上車有時候 就在看手機 然後就想了一些事情 才發現到說 他廣播才知道 坐到桃園啦 趕快就桃園下車再往回坐 坐回去 坐回去台南 有時候會忘記 人生境界有時候也是這樣 瞬境跟逆境 很大的瞬境跟逆境 不知不覺就一直走 走很久才發現 但沒關係 你也不要懊惱 真的也不要懊惱 就是覺察再覺察 我做錯了 做錯就做錯 人生難免會做錯 人就是 難免會做錯車啦 失去絕照就這樣 難免會做錯車 沒關係 下次做對就好 就算再做錯也沒關係 再多提醒你自己幾次 就這樣訓練訓練 訓練到 你的覺察能力越來越好 你發現不對 這個好像不對喔 應該不是在這個月台 再看一下 所以有時候都會在做確認 確認再確認 跑去那個 這個是往南的嘛 這是往北的嘛 你比如說不要太相信自己喔 就算我天天在做 天天在做 有時候也會做錯 天天在做都會做錯 你看 有時候我們就太相信自己了 不要 因為 我們有時候要做這種訓練 就是 確認再確認 確認再確認 那麼用佛法再 因為你 常常思維啦 其實看起來好像 你如果看這個文章 看起來好像也沒什麼 但是實際上 他就教你怎麼修行 真的 好 我們先 先把這個再講一下 所以他這裡講 不勇復心 行處做處 逆防逆之 就能夠預防預知啊 就是 你應該知道 就是 這個不能 不能這邊往這邊去 這邊去是不好的 乃至世間貪憂 惡不散法 不漏其訓 不會襯透到你的內心來 一開始我們當然沒辦法做到這樣 但漸漸漸漸 在一切境界裡面發現自己的心 先發現自己的心 先發現自己有沒有 貪嗔痴的心 先做到這個樣子 若負為國王大臣 親主 請以俸禄還戒退見 無有是處 不會因為別人講你什麼 別人對你好跟不好 你自己就跟著好不好 所以當你開始有覺察的心 你只有向上向上向解脫 不管好不好 好你就順真上 不好你就逆真上 永遠都是真上 真的 但偶偶有時候也會失覺察思念 但沒關係 不在於你有思念 不在於你有煩惱 而在於你一直不知道自己有煩惱 這個比較問題 但是你不會 如果你有覺察的習慣 你不會有煩惱你不知道 因為從別人 從別人的身上 然後你就會發現到 我有這種煩惱 好 所以佛告諸 無有是處就沒有這個道理 為什麼 因為他絕躁力強 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 這個是他回答的 那佛就跟他講 是的是的 非常好非常好 多聞聖地子 齊心 你看 長夜這個重點就在這裡 長夜 臨去留住 勤疏 就是歸向 請向 那麼趨向 什麼 遠離煩惱 向於遠離 向於離譽 向於滅盤 向善 就遠離 離譽惡不善之法 離譽惡不善之法 就離譽 清淨 離惡 向善 所以叫做向善向善 向什麼 向解脫 向於滅盤 急進舍離 因為你的目標就是 我要對自煩惱 那麼 自信會讓我起煩惱 然後 重點要先覺察煩惱 然後控制煩惱 然後調伏煩惱 最後才能什麼呀 斷除煩惱 斷除一切煩惱 就超越煩惱 真的就是這樣 你就不斷不斷 先要想著這件事 你有煩惱有時候 知道有煩惱 你有時候也會隨身到 這個是小煩惱沒關係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但是 你不要常常這樣 所以說有時候 因為煩惱很多嘛 你處理不難 那你就先處理 比較粗重的煩惱 要先防範這個 然後慢慢慢慢 那麼 也能夠處理到細的煩惱 好 但是 你都有一個原則就是 你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有煩惱 那麼 向於涅槃 急進舍離 樂於涅槃 於有肉處 急進清涼 就是在起煩惱的時候 你不起煩惱了 有肉就是有煩惱的地方 急面 煩惱沒有 你就得到清涼 若為國王長者親族所請 還戒退見者 吾有四處 餘得大苦 就是沒有 沒有 不會 再不會有 因為這樣起煩惱 而什麼 而退戒 還戒 還屬 不會這樣 還有這些苦 不會啦 不會 因為沒有煩惱 不會去造仲業 不願造仲業 就不會得大苦 不會 譬如恨惡 長夜 凌去 留住 君蘇東方 一直往東邊流 多種斷結 玉林凌去留住 趨向西方 寧得遠撫 不會 水一直往這邊流 我們的心就好像一個 一面流 心心念念都是一個流水一樣 你一直往邊 就算偶偶有境界把你斬斷 它還是一直往那邊流的 就算偶偶有煩惱 讓你擠得煩惱 但是因為你的趨向 你那個意願是趨向這邊的 它並不能夠截斷 讓你不往 不往東流 你說 很多人拿刀 哪一種會讓它截斷 沒有 它長夜都是這樣 流 它的趨勢就是像這樣 你要讓它往 你就算 拿個石頭 拿個石頭擋住它 它石頭流不過去 它還是往旁邊 還是一樣往什麼 往東流啊 它會繞到旁邊往東流 或是機機機到石頭滿的時候 它一樣是往東流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比喻 就是你隨時都是要向著解脫的方向 你要看著自己的煩惱 解決自己的煩惱 調補自己的煩惱 所以 他說 那麼很多人都來截斷它 很多人都來訓練你 給你慾望 讓你起煩惱起撐恨 但是因為你是看著煩惱要解決煩惱的 所以這麼多境界 起灘起撐的境界 都不會讓你 你雖然起灘起撐了 但是 你終究還是向著解脫 要離灘離撐 所以 他說這麼多人要讓他 往西方走 可以嗎 不能 所以則 橫水長葉流注東方 欲令溪流 未而可得 比諸大眾 徒辛苦而已 那麼多境界 就是很多人故意來刺激你 魔王來 魔王來擾亂你 也沒辦法 因為你的心就是向這個方向 長葉要長葉 長葉就是什麼 你經常是這樣想的 那麼 沒有辦法讓你 不向解脫 偶爾可以阻礙你 讓那個水不流 可以 因為它夠高嘛 但是 激激激到一個地方 它還是往下流 它還是往 離煩惱的這一部分 離苦的這一部分 向解脫的這一部分流 偶爾可以堵住你一下子 但沒有辦法 因為你的心 長葉是這樣的 這個是很重要 如是多文聖地止 長葉 凌去留住 勳書 向於遠離 就是離什麼 離欲惡不善之法 乃至欲令退檢 他 不休息 不解脫 不除煩惱 不滅苦 無有事處 這些境界 這些人 這些事 徒辛苦而已 他沒有辦法 不管什麼樣的人事物 什麼樣的阻礙 不能阻礙我向解脫 不能阻礙我除煩惱 佛說此經理 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 奉行 好 這個其實是在告訴我們 真正的修行都是在面對境界平常的時候 那你要有覺察能力 其實這樣 好 我們今天 講到這 好 謝謝 恭請